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红运当头,从今天开始天降即兴,这六大生肖赚钱如流水,钱包一股再股,天天有钱数,注定大富大贵,你是否就是那幸运之一? 从今天起,钱包将不断膨胀,财富翻百倍不是梦,天财运亨通,亨财频出,只要有这些生肖必有,财富自然龙井,出生于农历四月、八月,即十一月的生肖羊的朋友们,今天起您将迎来一个十分罕见,而又规律的运势转变周期,特别是在经济财富方面, 可以说是红运当头,横财大爆发,在五行理论中,生肖羊主要关联于土元素,而这一时期,正处于土元素能量,最为旺盛的阶段,这一现象将为您带来,非几何极数般的天财运势增长,从八卦的角度来观察, 属羊的朋友们目前,正处于钱挂旺盛时期,钱为天象争助创造和领导,这个时期的能量对您来说,意味着能够在金融投资,意外支财等领域,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, 您的财运不仅是在,传统意义上的累积增长,更有可能通过一次,意想不到的机遇, 比如投资收益,彩票中奖,或者是某种形式的继承,来实现财富的飞跃, 从星象学的视角,对于属羊的人来说,木星,土星和天王星,这三大行星的位置排列,正在为您形成一个,强大的财运三角, 木星象争助扩展和幸运,土星带来稳定性,和长期增长的机遇,而天王星则代表突破和变革, 这一独特的三角格局预示住,您不仅会遇到难得的财富增长机会, 而且这些机会将带来长期,和稳定的经济效益,结合天干地支的运势分析, 当前天干对属羊的朋友极为有利,尤其是逢甲木年,甲木能够促进属羊人财富的生长,正所谓木主发财, 此外,地支中的互动也暗示住属羊之人,与贵人相遇的机缘日渐增多, 贵人的指引和帮助将为您,在财富积累的道路上铺平障碍, 最后,从十二公位的角度分析,属羊之人的财富公位, 宪政遭遇急薪照耀,尤其是在偏财工的活跃, 欲试住除了工资薪水之外,其他非主要经济来源的财富将异常旺盛, 这可能包括投资回报、副业收入或意外之财等。 综上所述,在接下来的时期内,出生于农历四月、八月, 即十一月的生肖羊朋友们,将体验到一种全方位,层次丰富的财运盛宴。 在这个大好时机下,建议您做好准备,积极把握机遇, 无论是在投资、理财,还是日常生活中, 都应保持开放和乐观的态度,以便最大化的吸引和利用。 这一波天财旺盛的财运风暴,未来的日子里, 希望每一个属羊的朋友,都能够财源滚滚,财运亨通。 根据风水命理的古老智慧,出生于农历十月、十一月、三月、七月、六月、九月的生肖牛, 你们将迎来一段,非同凡响的吉祥时期, 在宏观的宇宙节律中,五行八卦、星象、命宫、天干地支, 以及十二宫位都显得至关重要,遵循天干地支的排列组合。 不同的生肖牛在不同的月份中,所受的天地能量,影响亦有所不同, 现以五行理论为基础来展开。 五行中含金木水火土互相生克,为宇宙间一切事物,协调变化的根本。 生肖牛归属于土属性,土代表住稳重、坚实与丰饶。 在今天开始,生肖牛将感受到五行中金生水,水生木、木生火。 火生土这一系列,相生相成的正面能量,为财富的积累添砖加瓦。 而在八卦中,生肖牛与坤卦相呼应,坤代表弟,象征住母性柔顺与容纳。 他的能量将为您提供一个宽广的背景,让吉星高照,财源滚滚。 特别是在这几个月里,坤卦的能量尤为旺盛,与天干地之中的某些吉祥组合相结合,大大增强了牛年生人的财富运势。 星象方面,生肖牛的守护星处于极位,与命宫中的财星,形成了良好的角度。 天上星星在默默地,为您的财运助力,当这些星辰的能量,穿透层层大气,降临到人间,正是横财大爆发之时。 同时,天干地之的运作,也为生肖牛的赚财之路护航。 当天干中的甲乙木能量,与地之中的吉土相遇,就像风营的雨水滋润。 前壳的田野,生肖牛的偏财运望上加望,俨然是一个迎来,收获季节的资讯。 在十二宫位中,生肖牛的财博工,和福德工薪光意义,预示助经济利益,和社会地位的提升。 同时代表助横财的不断来临,与庇护的持续增强。 这意味着不仅是事业稳固,您还将迎来更多,意想不到的外来利益,结合上述多。 方位的风水命理角度,由黄道十二宫五行八卦,天干地之,星象运行,等诸多因素协同促成。 生肖牛的朋友们可以,与其一段时间内的诸多吉兆。 从今日起,您的横财运将旺盛一场,天才进门绵绵不绝。 当然,风水命理乃是一种,辅助决策和行动,仍是成功的关键。 务必把握良机,以智慧和勤劳来,开创美好未来。 出生于农历八月、三月、九月的生肖龙的你们,今天起步入黄金时段。 红运当头,尤其在财运方面,有望迎来,前所未有的横财大爆发。 根据五行理论,生肖龙本身,属于木的属性,而今年的天干地支相辅相成,构成了极为有力的财富配置。 尤其是对于这几个月,出生的生肖龙来说,天才运异常旺盛,可以说是旺上加旺五行中的木,代表着生长和发展。 与当前的天干地支相互呼应,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能量场,促使你在财富积累上得到突破。 此外,从八卦的角度来看,生肖龙,在今天开始的这一时期内,正处于乾卦的旺盛时期。 乾卦代表天,意味着天时、地利、人,和各方面的条件,都非常有利于你。 星象方面,对生肖龙而言,木星的集星照耀为你,带来了不少好运气,尤其是在财富积累方面。 木星在占星学中被认为,是幸运与扩张的象征,其正面的能量会为你带来,意想不到的收获,不仅仅是正财有望增长,天才方面的好运更是接踵而来。 从命工角度来看,生肖龙的个人命工在此时处于,极为有利的位置,尤其是偏财工位。 遇事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你可能会通过,非传统的途径获得财富,比如投资彩票等。 这都是偏财运旺盛的表现。 综上所述,对于农历八月、三月、九月出生的生肖龙来说。 今天开始,你们将迎来一段,难得的集星高照时期,尤其在财富方面,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,都将迎来爆发期。 建议在这个时期内把握机会,勇敢地尝试新的投资机会,和发展方向,定能在财富道路上,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。 当然,每一份收获都伴随着风险,务必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,和风险评估。 以稳健的态度,去迎接每一个机会。 根据风水命理观点,生肖虎的朋友们,你们是注定拥有不凡命运的人,尤其是那些出生在农历一月、三月、五月、六月、九月,和、十、月的虎年人士。 从今日起,您的财富之心愈发明亮,预示住财运的大幅提升。 从五行学说中,你们会发现自己的运势,与天时地利人和相结合,形成了一股正能量的妄想,让我们从八卦的角度,来深入剖析生肖。 虎代表住正卦,这代表住雷电的力量,也象征住动力与突破。 在八卦中,正为东方之卦,代表住春季生机勃勃,与万物复苏的象征。 现在恰逢春季,您如生肖虎的雷霆之势,对春之柱天地正气相助。 凡事皆可成事而上,大放一彩。 心向上天干地支的运行,也对您的财运有助重要影响。 您们出生于上述的六个月份,天干地支配合产生的遗人局面,助您一臂之力。 举例来说,五月的天干地支为几位己土,在风水学中向争注,稳定与积聚财富,而未是与生肖虎呼应的月份。 此时正金木相生,仅指的是财富与成功,木代表生长与发展。 二者相生相助,意味著偏财、横财,都将雨后春孙般,源源不断地涌现。 借助我们从十二公位角度来分析,生肖虎的朋友们当前,位于事业公的位置,天时地利正为您的财富积累加持,繁涉足的商业专案,投资机会等皆有望迎来华丽转身。 尤其是那些对金融、房产、高科技等领域有兴趣的,虎人将得星辰昌盛之兆。 所谓星光不问赶路人,时来天地皆同利。 为了最大化,这段吉祥的财富周期,我们可以进行适度的风水布局,以及努力实践,带来更多正向的能量转化。 例如可在家中,或办公室的东南方,摆放绿色植物,以增强木元素的声望,同时可以佩戴或摆放,与生肖虎相关的吉祥物,增强个人气场,提升财富的吸引力。 尽管如此,风水命理虽能助您一臂之力,但结果仍需依赖于个人的努力与智慧。 在这个大运到来之际,建议生肖虎的朋友们,保持积极主动的态度,适度规划财物,审时夺势,以智慧和勤恳开创。 属于自己的财富传奇,最后记得一切运势的好转,都不应让您麻痹大意,保持谦卑与勤奋,是稳固财富的根本。 现在是播种希望收获,繁荣的最佳时机。 愿您把握住属于您的红运时刻,财富自然迎门而至。 红运当头,横财大爆发,这不仅是吉祥的遇事,更是对您未来财运,华丽篇章的期盼。 风水命理指示,指引方向的一盏明灯,您的智慧和行动,将成就财富成长的不竭之缘。 祝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天才望上加望,财运亨通,无阻万事吉祥如意。 根据风水命理学之精髓所见,生肖狗之人本走禀火太岁,其生辰落于农历九月,六月、三月者。 今日自新愁年起,将迎来一段非凡之运事,生于三月,哲乃目望之月,目火土为财星,五行相生,故财运显著。 生于六月者,得金水相助,金生水,水润万物,偏财基于连连。 生于九月者,身处今望之时,金生才富贵之门大开,不同月份之气势供鼓动住。 生肖狗今日起的红运时分在。 然而,分析当下之八卦,流年生肖狗人正逢前卦灵官。 前卦象征天之力量,乃属阳刚之极,代表诸权力与财富。 此刻诸天心向向,照形太岁之影响减退,天机转向,急心照耀。 势必带来正财横财,相助诸位生肖。 狗人将有机会在事业上,取得亮眼成就。 财运无形中得到神助,正财天财两望,只换于命宫星途生肖。 狗之人正逢天,以贵人心坐镇命宫。 此心为诸多好运之源,特别是针对财运有莫大之力。 凡事渴求贵人相助,使你的事业和理财之道,更加通畅无阻。 从天干地之配合来看,今年地之带有仇土,而生肖狗原属土命。 天地相合,相生相助。 于今年土望生经,向争助财富。 因此天干地之流年之相辅相成,更是促使财源滚滚向你汇聚。 在官十二宫位生肖,狗人的财博公正逢福姓高照,显示住稳固的收入,和突如其来的意外之财。 同时天财公也应有吉星拱照,使得投资彩票等天门财运,亦成为可能的财富来源。 综上所述,生肖狗之人在农历九月、六月、三月出生的你,由今天起运势显著上升。 财运大好,正所谓红运当头。 对天时地利人和之窍,你将在这一时期内,尤其体验到横财大爆发。 天财是如彩虹,望上加望。 建议你在此阶段,多留心投资机会。 合理理财,亦不能忽视经。 尽自我的能力与品德,方能大成命理之顺风车,至真富贵之境地。 倘若得以善用,此运势必将财源广进。 笑口常开,万事须谨记。 物因财运亨通而忽视谨慎。 理智决策,乃智父之本。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兄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。 事事顺心,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留下自己的心愿。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。 自立等人。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 大家好。 这里是佛之源频道。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。 人算不如天算。 就在明天。 这六,生肖。 马上便有钱运势飙升。 横财扎堆来。 乞丐也能发大财。 一起来听。 随着年轮渐进。 2024年的下半场。 天际的运势图谱。 似乎开始倾斜。 对某些生肖。 展现出格外的偏爱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。 六大生肖。 将会迎来一个不同凡响的时期。 红运当头。 财神特别青睐。 横财接踵而至。 甚至有机会一夜之间中大奖。 赢取百万巨款。 这不仅是运气的转变。 也是命运的馈赠。 让我们揭开这幸运之门。 背后的六生肖。 看看他们将如何。 在下半年中大放一彩。 享受财神爷的厚爱。 横财躲不过财富大爆发。 是哪、六、个幸运儿呢? 一生笑容的朋友们。 你们是勤劳能干、聪明睿智、意志坚定的一群人。 只要敢于追求。 便能迎来璀璨的未来。 明天将会是你运势双丰收。 好事不断的一段时间。 爱情、机会、财富、收获纷纷降临。 让你甜甜蜜蜜。 笑颜竹开。 但愿你在以后的日子里。 懂得平衡自身。 保持张弛有度的生活态度。 使事业更上一层楼。 生笑容的朋友们。 明天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生活。 充满了喜事和财富。 一切都将变得如此美好。 财源将如同雨水般纷纷而来。 你们将轻而易举地获得富贵。 在这个新的开始里。 你们的运势将会直线上升。 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。 你们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顺利。 工作中的困难将得到解决。 职位晋升的机会也将到来。 在投资理财方面。 你们也将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 此外, 你们的家庭生活也将充满欢乐。 亲朋好友的关系也将更加和睦。 然而, 在享受这个好运的同时。 你们也需要注意身体健康。 虽然财富和地位是重要的。 但健康的身体才是根本。 二, 生肖机再来看看。 我们生肖机的朋友们。 他们天生具有才华横溢的特质。 善于交际。 总能评级卓越的才华。 为自己辟出一条成功之路。 在生意场上, 你们也能够赚得一大笔财富。 你们的商业头脑敏锐。 能够捕捉到商机并迅速行动。 你们的成功并非偶然。 而是通过不断努力和积累得来的。 明天开始。 你们的生活不再有太大的压力。 惊喜连连。 富贵成就显著。 你们的财富状况得到了改善。 经济状况稳定。 不再为金钱而烦恼。 然而成功背后的付出和努力是不可忽视的。 属机的朋友们。 你们需要保持谦虚和谨慎。 不断学习和进步。 明天你的运势将会有明显的提升。 只要你能坚定信念。 稳扎稳打的前行。 所有的期望都将化为现实。 那么请毫不犹豫地开始行动。 前方将充满。 更多的挑战与机遇。 期待你用行动铸就辉煌。 三、生肖杨属杨的人。 明天运势飙升。 喜鹊报喜。 横财扎堆来。 不再缺钱。 他们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努力。 不断去突破自己。 追求更好的生活。 也终于迎来转运的机会。 属羊的人要抓住这个机会。 多与贵人交往。 他们会给予你很多的帮助。 在事业上要懂得把握机会。 展现自己的才华和能力。 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机会。 属羊的人。 还要注意自己的心态。 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。 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。 而放弃自己的梦想和追求。 四、生肖属属属的人。 明天开始运势飙升。 他们聪明机智。 善于把握机会。 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和支持。 属属的人。 在事业上要积极进取。 不断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。 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机会。 同时,属属的人还要注意。 自己的言行举止。 不要轻易得罪他人。 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 在财运方面。 属属的人要学会理财。 合理规划自己的资金。 不要盲目投资和冒险。 此外,属属的人还要多关注身体健康。 保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。 这样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。 五,生肖蛇属蛇的人。 在明天财运也会相当不错。 这段时间属蛇的人。 会有很多机会。 去赚取更多的财富。 而且正财运和偏财运。 都十分旺盛。 只要好好把握机会。 努力工作。 就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。 同时属蛇的人。 也可以尝试一些新的投资方式。 增加自己的收入。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。 不要贪心冒险。 要谨慎选择。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 只要好好把握机会。 就能够赚得金山银山。 翻身成为有钱人。 五,生肖虎的朋友。 个性聪颖。 拥有敏锐的洞察力。 他们在商场。 比武场上的灵活应变能力。 令人瞩目。 即便面临的困境难以预料。 他们依然能够。 保持积极向上的镜头。 怀揣住对事业的热忱与执着。 天道酬情。 喜讯如潮涌般袭来。 生活中处处弥漫住欢愉的气息。 对于鼠虎的朋友们来说。 更是到了翻身的时候了。 事业发展迅速。 他们准备规划全新的未来。 迎接更加灿烂的风光。 明天开始。 他们将取得积极的职业进展。 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。 但坚韧的性格将助他们克服困难。 财务状况也会逐渐好转。 但需谨慎之处。 避免浪费。 与朋友的互动。 将带来愉快的时光。 增强社交生活。 对于肖虎人而言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是一个。 需要付出努力。 并且坚持不懈的时期。 他们可能会面临一些。 挑战和困难。 但只要能够保持积极乐观态度。 并且坚韧不拔的努力奋斗。 就能够成功克服困难。 并取得积极职业进展。 在财务方面。 肖虎人也有机会感受到好运气。 然而需要注意避免过度消费。 以及浪费金钱资源。 理性规划自己的支出。 才能够实现财务上的稳步改善。 此外,在社交方面。 与朋友之间建立更紧密联系。 能够带来愉快和欢乐时光。 六,生肖牛最后要欢呼的是。 我们的生肖牛朋友们。 属牛的人。 在明天财运会相当旺盛。 事业上的发展也十分顺利。 贵人运强。 工作上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。 而且属牛的人在这段时间内。 会有很多的意外之财。 无论是正财。 还是偏财都十分旺盛。 不仅如此。 属牛的人还会得到很多机会。 可以大展身手。 收入也将会大幅度增加。 因此,属牛的人在明天。 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。 好好表现自己。 才能赚得金山银山。 翻身成为有钱人。 总之,就在明天。 这六,生肖要爆发了。 天才正才聚集。 钞票多多。 他们需要把握机会。 积极进取。 不断提升自身能力。 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机会。 同时也要注意。 保持心态的积极乐观。 和身体健康。 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。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是。 天生父婆命。 六,生肖得到菩萨庇佑。 晚年福报极佳。 越老越迷人。 越老越有钱。 一起来听。 正所谓人各有命。 自打人们。 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。 就已经被注定好了命运。 有的人是穷苦命。 辛苦一生难享福。 注定没有财运。 而有的人却是天生父婆命。 从出生时就注定富有。 他们不仅长得美丽。 而且拥有财富和幸福。 吸引了众多人的注意。 晚年福报极佳。 越老越迷人。 越老越有钱。 那么十二生肖中。 最有父婆命的女人。 都是哪些属相呢? 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。 一、生肖虎。 聪明伶俐。 属虎女。 天生擅长拓展人脉和外交。 尤其是穿梭于政要之间。 吸收最新资讯。 掌握时尚脉搏。 这是她的强项。 一个高度灵活的虎女。 有办法快速转身。 反映她走在时代的前沿。 有各种各样的赚钱方式。 她们对钱和名利的欲望很强。 所以会选择很努力。 她们在做事的过程中圆滑。 口齿伶俐。 一般会得到领导的赏识。 到了晚年。 一般都会过上温饱的生活。 地位也越来越高。 属虎的女人天生聪明。 同时属虎的女人颜值高。 有魔鬼身材。 这是天生的优势。 让很多人。 羡慕极度恨属虎的女人。 一辈子不缺钱。 家庭条件很好。 这种好运气。 会让生肖虎的命运一路上升。 她的人生会有无尽的荣华富贵。 生肖属虎的女人。 她们头脑非常的聪明伶俐。 特别是生肖虎女。 她们大部分都是那种优雅在外。 而又精明在内的智慧女人。 她们可以称得上是具备主内。 和主外的双虫才能生肖。 属虎的女人看似非常活泼。 其实内心非常的温柔。 她们在婚后。 不仅会成为男人的结语化。 而且更能成为男人的闲内助。 特别是生肖属虎。 女人的迷人气质。 本就足够吸引广大男性。 喜爱的生肖属虎的女人。 十分地擅长思考。 尤其是她们那金鱼算计的个性。 也让她们容易。 成为老公事业上的好帮手。 助老公做老板。 自己成为老板娘。 娶了生肖属虎的女人。 婚后的生活水准水涨船高。 往后更是能够一年比一年富贵。 二、生肖蛇的女性。 一生得普贤菩萨保佑。 如同她们的生肖代表一样。 具有睿智与沉静的特质。 在年轻时。 她们可能面对一些挑战。 不过这些挫折往往。 锤炼出她们的坚韧。 她们在职场中表现出色。 善于应对各种压力。 不断进去。 谋求更好的未来。 这种坚韧和智慧。 是她们命运改善的基础。 生肖蛇的女生一向懂得自律。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抓住。 一切的机会证明自己的实力。 她们天生要强。 喜欢追求完美。 从来不会依靠别人。 会不断丰富自身的实力。 打拼出一条坦荡的路来。 生肖蛇女。 天生聪慧。 很会赚钱。 随助岁月的推移。 蛇年女性可能会。 经历一系列的变化。 幸福生活的追求。 是她们可能会在中年时。 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包括买房、买车。 以及享受生活的乐趣。 这个时期她们也可能会感受到。 家庭的温馨和幸福。 成为丈夫和孩子眼中的宠儿。 三、生肖兔的人。 以其善良的本性而著称。 她们一生得文殊菩萨保佑。 心怀慈悲。 乐于助人。 时刻准备为他人伸出援手。 这种特质在生活中。 让她们不断地为他人付出。 甚至常常为了。 帮助他人而牺牲自己。 这样的奉献精神。 可能会让她们。 感到生活并不轻松。 充满了辛劳和抑郁。 然而正是这份无私的付出。 为她们未来的幸福埋下了伏笔。 对于属兔女来说。 她们也是很容易赚到钱。 成为富婆的。 她们聪明能干。 危机意识很高。 很喜欢存私房钱。 常常会检查存款金额。 而且也懂得鸡蛋。 不要只放在一个篮子的规则。 知道如何分散风险。 她们不仅有财运。 还很旺夫。 管道真的是可以少奋斗好几年。 随住时间的推移。 生肖兔的人们。 逐渐迈入中年这个阶段。 似乎是命运开始回报它们的时候。 或许正是因为它们。 所剥下的善行之种。 中年之后的生肖兔。 开始逐渐转运。 迎来更多的好运和惊喜。 它们会在生活中。 经历一连串的幸运事件。 无论是事业上的成功。 还是家庭生活的和谐。 都会让它们感到幸福满满。 尤其是在晚年。 生肖兔的人们将品味到。 人生中的甜美果实。 它们的婚姻生活和睦。 夫妻之间的情感更加深厚。 子女们围绕在身边。 为它们的晚年岁月。 增添了温馨和欢乐。 无论它们从事什么事情。 都能感到轻松幸福。 因为它们已经积累了。 足够的人生智慧。 知道如何享受生活。 感恩过去。 珍惜当下。 期待未来。 四、生肖猴子年生的女性。 自带神秘的魅力。 似乎懂得生活的奥秘。 它们一生得观音菩萨庇佑。 聪明过人。 思维敏捷。 总是能够迅速洞察商机。 抓住赚钱的机会。 无论它们选择从事何种职业。 它们都会全力以赴。 不惜一切代价。 去追求自己的事业目标。 即使一开始困难重重。 这些属猴的女性。 也不会被阻挡。 它们的坚持和决心令人钦佩。 婚后, 它们的日子渐渐变得更加美好。 它们不仅注重自己的事业。 还懂得经济管理。 你才知道。 它们精打细算。 将金钱用在刀刃上。 不会浪费一分一好。 这种理财的智慧。 使得家庭财务更加稳健。 未来更加可期。 然而, 属猴的女性。 不仅仅是金钱的管理者。 她们还热衷于自我提升。 她们不断学习。 不断充实自己。 追求更高的目标。 在事业上。 她们可能会逐渐崭露头角。 走上成功的道路。 而在家庭中。 她们也能。 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。 成为一位智慧的。 负责任的妻子和母亲。 五、生肖猪的女性。 天生积极乐观。 像一朵绽放的鲜花。 在生命的各个角落。 绽放自己的美丽。 这种阳光灿烂的性格。 不仅为自己带来了幸福。 也像一缕暖阳照亮了。 她们周围的人。 她们一生得阿弥陀佛庇佑。 总是散发住温暖和善意。 为身边的人带来快乐和安慰。 随住年岁的增长。 猪女们所积累的福报。 渐渐显现出来。 她们的一生充满了。 运势的昌盛与财运的亨通。 不论是事业还是生活。 幸运总是伴随住她们。 她们似乎总能轻松地克服生活中的困难。 就像猪在泥巴中找到宝藏一样。 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财富。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。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兄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事事顺心,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。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留下自己的心愿。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。 自立等人。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